歹族园,全称西双版纳歹族园,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橄榄坝,在这里有五个歹族自然村寨,保存得十分完整。 景区内生活的歹族人依旧如常地在这里,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,游客的到来,对他们而言,也增加了不少益处。 歹族内如今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旅游游览区域,旅游景区大门楼,迎宾广场,老景区的包装,村寨旅游线, 路,江边活动区,旅游购物区,烧烤厂,泼水广场,大型露天剧场,还有衣橱西双版纳最古老的古佛寺。 整体上来说,看点十足,而在歹族园里,同样有一批人值得让人尊敬的人们,从事住一项古老的工艺,那就是歹井的制作, 虽然说现代防治技术的发展已经飞快,但是对于歹族之井而言,这种古老的工艺,始终还是人工操作而来的更令人觉得有价值。 在歹族园有很多这样的当地人,他们从小生活在歹族园里,原本歹井的制作知识为料给自己,人来制作衣服。 和,用,如今发生料巨大变化,他们每天来歹族园固定的歹井制作区域,之,制作各种歹族特色的歹井。 这些歹井风格多样,充满料特色,对于来这里的游客而言,还是充满料。 又获利,买一两件特色产品回去,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的回忆和纪念。 对这些生活在歹族自然村寨的少数民族同胞而言,这不仅能够保持传统手工艺的继续传承,也是对特色工艺品的宣传,而且能够通过劳作获得更高收益,或许只有这样才会让景区与当地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,获得更好的口碑。 文系作者原创,禁止转载,商业用图联系作者,作者介绍,自媒体人,资深的旅行,旅行视频博主,用文字,声音诠释这个世界,坚持原创,坚持原生态旅行,观,当行路上,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